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6集的节目 声音今天有点沙哑 前两天工作的关系说话说的太多了 今天给大家做地球火种的勇士级锤级 这个也是好朋友中豪影乐兄借给我们的众多玩具其中一款 我必须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作为一款W级的玩具 偷胶可以说非常的不多 我只能说不多 后面手臂而已 那他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背包的一个造型 这个背包呢 你看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顺着下来的这个线条 而这个背包呢 其实可以拿下来装在手上 变成是一个盾牌一样的一个兵器 这里的话呢 如果往前过来 他就是一个发射火炮的一个装置 这个部件呢 再推出来 他就有一个更强的火力的展示了 不管是背在背上呢 还是拿在手上 我个人感觉都是很协调的 那么他的头条也做得非常的传神 几乎把动画里头的那个样子 除了眼部不能发光之外 神韵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那上方的话呢 由于这个玩具的主人呢 已经有上了一些墨线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细节看得更加清楚 那有一个像是飞行员一样的护目镜 胸口的这个大大的这个部件啊 动画里头当然都是会发光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出像是腹肌一样的形象 摇身也可以转动手臂的平举 也因为这个开口的关系 手臂前后还能搓动一下 三手零度的转动就不再化下了啊 那么手肘的球关呢 直接替代了二头肌的转动 还有手肘的弯曲 拳头不能转啊 稍微有点可惜 不过它是一个W肌的玩具 大家也就别计较了啊 脚的话呢 左右踢前后踢 没有问题 膝盖大概弯到约90度啊 因为有一个轮胎 限制了造型 脚踝的话呢 就没有一个可以转动了啊 然后它有一些呢 变形中的一个 一个算是三变或多变的形态的话呢 我们也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了啊 那我们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部件呢 推上来这里有个组合的卡扣 而这里 这个呢 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一个过渡的一个状态吧 你喜欢这样子变形这个是 好吧 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 是往后面推过去 然后往中间折过来 你就看到像是章鱼哥的脸一样的一个造型就出现了 后面这个灰色的部件是过来这里 挑上来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注意扣这个地方 扣这个地方 然后上半身要做一个旋转 旋转的时候左边右边都可以完成变形 但是考虑到最后跟这个部件组合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转这个方向 也就是车子的尾巴 这个洞是在车子的尾巴这里 这一片部件的话往下放下来 里头的话跟这两个凸做一个结合 各位看到这里 好把它给扣上去了 前方的话则是把这一片部件挑起来 然后它的一个凸跟脑袋后面有一个组合的位点 组合上去 再来把胸口往上挑上来 这里有一个卡扣 记得把它给扣下去 咔的一声 然后整个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的话将整个胳膊往下面压到底 压到底之后将这个拳头转一下 转到这个方向 记得转是平的朝内 如果你转反了就是扣不下去的 这样子过来 如果你转反了就会变这样子 就会握不到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 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一个摩托车的一个形象就算完整了 但是张鱼哥 为什么一直叫他张鱼哥 这张脸我已经回不去了 最后的配件的话 内部翻一下 它的轮胎就出来 然后武装的话应该是收起来 把他这一片都收起来 它就是要扣在侧边这里 如果你的转的方向不对的话 这个造型就不能达成这个形象 各位知道就行了 这个侧座装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完美的放在桌上 而且有一个绝佳绝妙的滚动性 如果你放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在鞋锅上 它会滚下去 非常柔顺丝滑的推车 很舒服的感觉 车形态的话 固然有一些空洞 不可能做得很完整 就可以看到它的脑袋在这里 但是作为一款WG的玩具 我真的觉得它的一个变形 人形 细节上面就已经做到了 包括载具了 我真的觉得它已经做到非常的棒了 非常的推荐 如果各位有看到这款玩具的话 即使你跟我一样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我也会蛮推荐 你可以把它带回家玩到 还蛮适合拿来推 跟给你的朋友的 那今天的话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